今天来聊聊水瓶座2023年会发生哪些事呢 一年之后你们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呢 我依然会分成事业财富爱情健康五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解析 水瓶座2022年或者说近几年其实都在还债压力是非常大的 不是金钱债就是跟家庭的一些业力关系有关 或者是行业的某种变革影响你的生活 或者跟这种独立门户以及扎根在哪里有关 所以应该说都是基本上陷入一种困局当中 还好有部水瓶座2022年快还完了 那么2023年随着土星3月8号就离开你们的一宫了 7月13号南北焦点会离开你们的四十轴线 水瓶座的生活的课题会减少很多 不论你们现在还剩下多少业力债都将在明年开始还掉 在24年农历年初的时候你们生命会迎来非常大的一个繁星 所以呢2023年你们的年度关键词就是 脱困之愣扎根立定稳固将来财富流动 首先呢事业财富方面 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到明年的3月7号左右 水瓶座会比较着急的推动一些新的计划的展开和执行 木星呢在三宫也意味着会有利好的消息可能传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或者呢会听到一些消息让你们忍不住要动起来 节奏会偏快心态也会比较着急一点 尤其是受到三宫方面的影响 比如说通过某种渠道啊 中介啊 新闻传媒媒体啦 培训啊 朋友或者是某种签字啊 某种流动流通物流 倒来倒去的这样的有关的形式 所以水瓶座这段期间其实跟各种资讯啊 政策动向跟各种消息联系的会非常紧密 你们也很需要去关注这些方面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有比较强的一个机动性 往往可以评价那么一点点消息 或者是找到那么一个支点就让整件事情得以撬动起来 而水瓶座呢 2023年的财主要来自于几次对大趋势 或者是方向把握的很对 从而能够把整个财富盘活起来 累积起来 那一个呢就是近期到明年三月初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留意你身边的一些人的动向 另外一个是明年5月17号以及到下半年 尤其是下半年7月中旬以后 有一些水瓶座将会有一条新的财路的一个开辟 或者是有一个跟钱有关的事情 让你们不需要再那么挂心而轻松了不少 所以呢上半年是脱困 年终到下半年是整个就支冷起来了 而关键呢就是刚刚说的前面那段时间 所以呢过年期间你们应该是休不了的 或者说你要避免让自己躺平安逸 一定是要动起来的 不论是身体动起来还是脑子动起来 你必须要动起来 只要你动起来 财富这个时候就能够流通起来 这几个月呢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充满斗智的行动力是很关键的 那到三月前呢水瓶座在工作啊 或者是你的生意当中 或者是跟钱有关的事情上 一定要默问收获 但问耕耘 收获什么时候来呢 什么时候才知道耕耘到底有没有结果呢 明年三月到六月 会是第一个水瓶座可以判定结果的时间 也是第一个所谓的收成期 有一些水瓶座在这段时间呢 工作或者你在身份上的某种身份 有一种变更 或者你能够找到长久的 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工作或者项目 也可能你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划和布局在这个时候建立了 基本上呢 所有的水瓶座到明年年终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年你会过得怎么样了 三到六月就决定了这一切 所以呢水瓶座这个闲啊 是一定要崩的 一直要崩到明年的年终 7月12号左右 千万不要消极松懈或者是放松 因为如果你这段时间选的很对 你发挥的很好 你的未来就能够稳固住了 你的人生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新的根基就可以建立了 而且这个未来不是指未来半年一年 那么短的时间啊 是指很久很久以后的未来 未来的十年 甚至对于有些水瓶座来说 是整个下半辈子 所以呢 明年水瓶座的事业财富运是十二星座榜首的 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年 你们一定不轻松 希望呢 新百里路半九十 所有的水瓶座都能通过那个半九十的考验 因为从行业来看 波折是比较多的 也比较磨人 但是坚持到最后 结果是很喜庆的 所以水瓶座的身心管理一定要到位 一定要管住自己一点 那下半年的水瓶座工作生活各项的节奏会慢下来 所以呢 如果说上半年你完成任务了 那么七月之后你就会很轻松了 南北焦点换座到三九轴线了 你们可能会安排出去旅游啊 和家人一起啊 或者借着出差的机会去玩一玩啊 切换心情 切换到一个新的环境 总之你们会体验可能很长时间因为过于忙碌 因为疲于应付生活里的一地鸡毛的原因 而来不及去体验的生活 明年下半年就有机会 你们会享受一些快乐的 轻松的 自在的时光 那如果上半年没有完成任务的水瓶座呢 下半年可能就会比较着急 你会想要寻求再次突破和变化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所有的水瓶座你们已经幻孕了 因此你要相信自己 不论自己走哪条路 其实你都会比过去几年好 你要调整到一个比较有余的心态 你们会发现慢就是快 最后一样可以抵达你们的彼岸的 其实所有的水瓶座明年都应该报班上课 增加个人兴趣爱好 以及你的证书数量 尤其是生活技能类的 传媒自媒体教育 培训翻译 互联网 科技类的相关的证书 可能几年之内 你就会发现用了上了 明年水瓶座的专业水瓶是有望提升的 爱情人际方面呢 因为水瓶座明年5月17号之后 木星就进入你们的四公家庭公了 并且会在这边跟天王星会合 所以呢当然容易有家方面有关的喜事了 可能是房屋的买卖有关 或者是结婚啦 谈婚论嫁啦 有小孩啦 或者是你回家了 也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自己有比较很欣喜的一个改变 当然这个家也可能指的是开公司啊 或者是某个项目 某个岗位的一个建立落成 也就是硬含的一个东西它开始了 尤其是过去四五年里面 家有比较大翻天覆地变化的水平座 可能有一种安稳的家又回来了 或者是我的安全感又回来了 这样的感觉 过去几年呢 水平座的心一直是飘着的 一直是不定的 甚至经常可能是夜不能寐的 很多事情想想 哎呀真的是睡不着 感觉就是很焦虑很头疼 但是呢明年年终到下半年 再到二四年 你们能逐步逐步找回那种 重新安定的感觉 所以明年水平座一定会有 情感方面的喜事 那单身的水平座呢 基本2023年全年 你们都有机会认识到新人 接触到新的环境 交到新的朋友 所以朋友运是很不错的 至于你要不要跟人家恋爱啊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明年朋友和家人是你们的贵人 恋爱模式呢 也容易从朋友发展成恋人 或者是通过他人认识到对方 可以好好地把握 整体呢 2023年是水平座 打开财富事业新局面的转型年 是转变很大的一年 抓住从现在开始的七个月 你们会变得更有分量 不要抗拒任何的改变 也不要去抗拒任何的压力 你们的生活就能迎来 很多新的能量 整体的行运呢 立事业 立财 立家庭 都是有机会盘活的 开始新一轮的流动和活跃 那就祝所有的水平座 2023年充云破雾 时来运转 安生乐业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帮你更好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